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在哲学人身的语言 封面的灵魂 在哲学人身的语言 我才是教� буду的 苖然为何我有余的 彻底为是因为 pointed 我尽啊,我看边上来 看边上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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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殊是菩提心品当中 现在宣讲菩萨界的 前行 真行 后行里面 就宣讲后行 恒行当中 令自己生起欢喜心 令他人生起欢喜心当中 令自己生欢喜心 那么令自己生欢喜心 有分两个方面 就是因为成般自利而生欢喜心 成般利他而生欢喜心 当中我们现在讲 成般利他而生欢喜心 所以总的来讲 我们受了菩萨界以后 大家心里面 一定要有一种欢喜心 什么欢喜心都没有 一点感觉都没有 说明你对菩提心 不一定是非常重视 那么下面在宗词当中 这样讲的 别为波士陀 众生修其术 在这个宗词当中 讲了菩提心的功德 一方面以比喻来赞颂菩提心 另一方面 通过赞颂来了知 菩提心的正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菩提心实际上 就是漂泊在三界轮回的 这种茫茫的路途当中的众生 依靠菩提心 他可以获得安息 可以获得休息 那么他这里也就是说 我们无量的众生 在无始以来 在漫长的事实当中 轮回里面一直在漂泊 但漂泊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 众生是非常的可怜 就是通过 在整个路道轮回当中 比如说 辛苦 苦苦 辩苦等三大苦为主的一切痛苦 就是整天都是折磨着 折腾着 然后没有一个安息的时候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 生起了这一个珍贵的菩提心 从此之后 不会那么疲劳 不会那么痛苦 这样 这颗菩提心的确是 它是一个非常凉快的如意书一样的 那么下面一个集中当中也说 所谓的这颗菩提心 实际上也是救度无量众生 从恶趣当中救度出来的 它是最好的一个苗体 最好的或者一个桥梁 因为众生在度过这样的轮回 烦恼的这种 具有烦恼现小的江河 非常困难的 如果没有像菩提心那样的桥梁 那么众生永远也是到不到 解脱的这种弊案 根本到不到的 依靠这样的桥梁 才能他们顺利地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所以我们以前上师如意宝 也是经常讲过 什么时候自相续当中 生起一个无畏的菩提心 从此之后 你这个人绝对不会堕入善恶趣 这是我们前面也是给大家说过 因为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 大家都非常可怕 会不会堕入地狱里面 堕入恶鬼当中 但是我们心里面真的生起了这颗心 不会 即使你堕到恶趣当中 那就一贪执起见 一瞬间也会得到解脱的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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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经常说 所以有了菩提心 当然我们修行是圆满成功的 断除障碍也好 积累资念也好 都非常圆满的 以前有一位格西叫做牛人巴格西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是 只要生成功的一切 一切的一切就依靠他 这一切的一切就依靠他而圆满完成的 总的来讲我们这个菩提心不可缺少 一旦缺少的话 什么样的果 什么样的果 什么样的功德都是得不到的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大家一方面对大乘菩萨的功德具有信心 兴趣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大乘修行人平时对菩提心看比较重视 这是一种境界啊 我给你的左边大家看不见 对咱们来再掌握一下 和这个一些地味道道 跟这个人 hill面的 就是前方看要来重新的看到吧 metall讲连 concentrations要求我 有很多地方的东西 这个大乘菩萨的 派斯特的监制 让他 1993下午中 是重要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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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万四千法门所宣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宣说菩提心 就是这个菩提心 如果离开了这个菩提心的话 那么修什么高僧摩托的话也最后没有任何利益 应该在前行当中大概有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所有的八万四千法门全部它这里就像流赖一样 以这种比喻 那么流赖没有通过这个交办不可能提取它的所有 同样的道理 我们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通过意志上知识 通过闻思 闻思修行以后才能得到菩提心的净化 如果没有这样就得不到的 如果得到了它的精华 那是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法要 不仅是释迦牟尼佛 而且未来过去现在 所有四方三世诸佛 诸母菩萨所得到的了道 也就是说这种殊胜的果闻 全部是依靠这个菩提心而得到的 因此我们应该知道 这是所有的法门当中最珍贵 最精华 最好的东西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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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我们牛郎漂泊在山友的路途当中 每一个人都想 希望获得了他的快乐 如果这样的话 每一个人获得快乐的唯一妙药 唯一的途径是什么呢 就是依靠这个菩提心 如果有了这个菩提心 能满足所有大全世界的一切众生的心愿 所以我们只要想帮助众生 想饶益众生的话 这个菩提心是不可缺少的 当然 在云云众生的世间界当中 有无数的众生 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奔波 以前著名的根登琴贝大师 他也是讲过 我们经常也引用过这个教证 没有眼睛的蚂蚁 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奔波 没有四肢的蚯蚓 也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奔波 总而言之 世间上所有的众生 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快乐而忙碌 这样说过 实际上也是应该这样的 我们可以这样说 上至凡天 下至地狱众生之间 所有这些无可计数的众生 实际上是每一个都想获得自己的快乐 就是自己的 但真正获得快乐的这样的众生 有多少呢 也可能非常少的 所以如果像为了自己的快乐 而奔波的这些众生 相续当中生起了一瞬间的 或者说暂时的这种菩提心 那么他们的一切的一切的 这种愿望全部都已经结局了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以前的高僧大德们 在山上寂静的地方 就是为了众生而修菩提心 那么他们的生活 也非常简单 什么字具啊 全部都是非常平淡 非常简单 可是他们心里的快乐 随意可能比喻不出来的 而现在世间上外面的世界 特别富裕啊 或者有地位 有财产的这些人 心里面有没有快乐呢 我觉得上至国家主席 和下至乞丐以上的人的快乐 应该说是很少的 没有修行人的这种禅德 没有这样的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缺少菩提心的 现在的世间人 如果有了菩提心 那么这个心应该说是很快乐的 很开心的 他的生活过得应该很美好的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人 也应该一方面自己平时 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话 就是不可缺少 这个菩提心是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 你通过各种方式来帮助你的家人 帮助社会 帮助其他的众生 应该以传播菩提心的精神 或者以菩提心的这种方式来帮助众生 这众生是最有利益的了 最有利益的 因此我们始终都是把这个菩提心 看作我们这个世界上 是最珍贵的东西 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 如果我们自己知道 菩提心的这种可贵性 那我刚才所讲的那样 始终都是对这件事情很重视的 在婚后行吧 大家一起来合线 principle我们的精神 你们ik再rz意我一 characters 来面现在我们来帮助保证 好啊 一来 com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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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应该有这样的 我今日菩提心生起来的当天 我们现在已经自相续当中生起了菩提心 那么我在所有的十方诸佛 金刚上师诸佛 诸地菩萨面前 也应该迎请所有的众生 地狱 饿鬼 旁生人间的所有众生我要迎请 那么应请他们作为最好的贵宾 请他们我要给他们赐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请所有的十方众生 诸佛菩萨作为我们的奸臣 那么请了这些众生以后 我要给他们 给什么呢 我给他们就是度化他们 佛陀的无上圆满正等觉的无量功德的快乐 就是赐给他们 暂时他还没有到达这种境界之前 我给他赐予人天福报的安乐 和暂时的功德和利益 这是我发这样的愿 因此愿这些人和非人 世间和初世间的所有的这些众生 全部都可 应该是你们欢喜 所以我们平时也应该 以前法王如意宝也是这样讲 如果真正相续当中 生起菩提心的这个人 他始终都是觉得 把自己所有的财产 善根以及身体 全部都布施给所有的众生 那么这样一来 任天所有的众生 生起其他的欢喜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 有了一个菩萨 实际上世界真的 增添了一个美好 应该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的任何非人 也是自然而然消失 他们相续当中的嗔恨心 以前有些大德门的 教言当中也是有 只要相续当中生起了菩提心 哪怕这个人的声音 别人听到了 然后他的色相别人看见了 或者说他的任何一份 别人相受到的话 那么这个众生的相续当中 得了无上的善根 就是剥下了解脱的众子 因此我们在所有的众生面前 也可以这样说 所有的人天众生 你们应该生起欢喜心 我现在已经成为菩萨了 你们不要伤心了 你们应该快乐 我一定会是救度你们 到一定的时候 把佛的快乐 菩萨的快乐一定会是赐给你 这样一来 你也是离苦得乐 你也是不会在轮回当中受苦的 所以我们经常这样念 经常这样发愿的话 其实外面的一些邪魔外道 一些妖怪 一些妖精 或者说一些仙等等 这些也逐渐逐渐 他们相续当中的一些怒气 相续当中的一些嗔恨心 全部会消失的 逐渐他们也是帮助修行人 帮助所有的众生 因此我们大家平时也可以这样的 传习很重要的 大家修行 禅禅 做任何一件事情 应该以菩提心来设施 全球酱和残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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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